一名56歲女子代入加密貨幣騙局 被騙高達1660萬 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由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據悉女事主是某一間公司的高層 7月透過通訊園見LINE的投資廣告 認識一名自稱加密貨幣專家的男人 在慫恿之下用應用程式買了加密貨幣 7月至8月期間 事主先後10次將價值880萬的以太坊和泰達幣 轉賬給這個男人 其後男人有要求他提供保證金 聲稱用來提取全部本金 於是事主再向銀行借貸550萬 連同積蓄合共780萬 轉賬給男子的加密貨幣戶口 但男子其後失去聯絡 事主懷疑自己被人騙 報警求助